我救三句话 说完就走 这个是为我害你 这个是为你们救我 我不喜欢前人情 以后若有需要我之处 我许继柔 粉身碎骨偿还便是 等等 你想问我为何要害你 我想问你 你为何要救我 莲儿 我身子不太舒服 要不咱们今天就回去吧 你既要害我 又要救我 岂不前功尽弃 你有苦衷 哪儿来的什么苦衷 我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别有用心 只不过是你自己愚蠢亲信吧 何必如此嘴硬呢 试心毒 你中了多久了 什么试心毒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你当然听得懂 试心毒乃是一种奇毒 中毒之人在一年之内 必定毒发身亡 也许你并不怕死 可此毒最可怕的并不是死 而是死前的痛苦 现在你的势力已经出现了问题 而且 你经常听到一些刺耳的声响 半夜更会感觉心都快跳了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 你的蹊跷将会逐一残损 一年之内 才会蝉食到心 毒发身亡 试心毒产自大漠 沐海瑶就来自那里 柔夫人不会不知道吧 我自然知道 想不到我自负聪明 忠心耿耿 最后却死在最亲人的人手里 是沐海瑶下的毒 所以你才会听李浅墨的差遣 徐良川如今是他的下人 他知道其中原有 也应该知道解毒的办法 试心毒极其诡异 就算下毒之人也无药可解 徐良川知道的 只是控制毒发的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味药 便是仙人医 听说听兰阁最近时常传出恶臭 应该就是这个味道吧 可叹我自命不凡 竟然被李浅墨那个女人 忽来喝去 我呸 我无牵无挂 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 只是现在 我唯独亏了你 又欠了你 你也救了我 你是抱着必死之心 阻止恶犬来伤我 你害我是为了自拔 你救我 却是宁可牺牲自己 那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 你别忘了 我始终是个心狠手辣 杀人不眨眼的毒妇 你不是 我本认定事前断无什么真情 没想到今天却让我遇见了 可惜呀 我福宝 已经是必死之身了 也不一定 我只说事先毒从前无药可医 并未说不可言配 公子特许我 自由出入莲威区安胎 从明日起 你三日一次来此解读 我不敢给你承诺 但有七成把握 是死是活 还得看你的造化 够了 七成就够了 哪怕只有一成 我相信只要老天爷 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一定会牢牢地抓住 柔姐姐 你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你一定会没事的 嗯